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辣锅味哦 老板一开始是常常会四处出菜 那有次他到四川去出菜 那他原本是一个不吃辣的人 那四川有名的就是麻辣锅 所以他吃了 他就觉得哇麻辣锅可以这么好吃 这么有层次 麻辣鲜香的味道都是不一样 所以他就觉得很好吃 他希望可以带回来 就是跟台湾人 也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一心一想将四川 以味为本的麻辣精神带回台湾 遵循老师傅传授的古法 一道一道是到最到位 酸盐辣锅炒底 味的就是淬炼出 麻而不辣的温润精华 与甘醇顺口的麻辣汤底 我们就是采用三十五种以上的中药材 那搭配来自四川的精选辣椒 还有我们的独家秘方制作成的 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那个麻辣火锅发源机 是来自四川 我们就是遵循四川的传统做法这样子 它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能做错 那做错的话就是整锅几千块原料 就是要把它作废 除了正宗的四川麻辣火锅 还提供新疆番茄锅 与特有的花雕鸡汤底 不论是哪一种汤底 都是扎实的从炒底开始 用心处理食材 经典锅物有着纯手工香气浓厚的芋头丸 还有热炒料理哦 我们火锅料的话 芋头丸是客人的最爱 它是我们每天制作 采用新鲜的肉浆 然后搭配甲鲜的芋头 下去制作而成的 然后我们的劳碌品盘 它是采用四川的传统做法 搭配我们的麻辣底调下去做 所以它吃起来会有一个特殊的口感跟香气 我们是以招待所的概念在经营这家店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可以预约客 就是有采预约制 一方面是食材可以新鲜 我们都当天才买 那我们也希望给客人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我们穿到好 所谓你准备的东西是新鲜 好吃的 那也不要造成食材过度的浪费 采用套餐的方式 让顾客以亲民的价格 享受到各式美味料理 每个细节的用心 就为了呈现最自然的味道与意念 让顾客感受食材与汤底的极致融合 除此之外 还有推出假日限定个人独享锅呢 我是偏爱麻辣的部分 那有些人喜欢番茄锅 因为番茄它酸但是不会太腻 那麻辣的重点就是它辣而不麻 又不会很太咸 因为一般来说那个果菠 它的汤底吃完之后会越湿越咸 但是它不会 然后自己感觉就会一直吃一吃 好像无底洞这样一直吃 对 我觉得还不错 我喜欢他们家的牛肉 还有豆腐跟鸭血 牛肉的话我觉得 他们家的牛肉吃起来很嫩 然后豆腐跟鸭血的话 是因为他们都很入味 然后豆腐超嫩的 不会像是那种一般的冻豆腐会吃起来粗粗的 我不喜欢那种口感 我比较喜欢他们家的是滑滑的感觉 带给台湾人最道地的四川麻辣 过瘾而有饱足感 掳获许多滔客的味蕾 当人家说起川塘红的时候 他会知道说他们的麻辣锅很好吃 CP值很高 我们希望朝这个方向走 也就是有在做这些努力 从我们的服务品质 还有我们的食材的坚持 这些方面我们都是有持续在做努力 那也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人知道 我们的麻辣锅跟别人的不一样 那他吃了以后是一个 有味道记忆的店